中国人有句话叫做 离多人不怪 我觉得这句话其实是说得没错的 不过它是对到某一个点 某一个程度就要停止了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若然你是出于一份爱心 出于一份关怀 来到送礼物给人 收礼物的那一方感受到你那份关爱之情 他当然很开心地去接受 但是如果你是送错礼物的话 收礼物的那一方未必能够很开心地去接受 举个例子 假如你有一对朋友夫妇 她住在香港 那你知道香港的楼价很贵 很多年轻夫妇结婚的时候 想存钱买房 所以头一两年 他们可能两夫妇居住在一个150尺的劏房里面 15尺的房间两个人住 太太连想放一个衣柜来放衣 都已经没地方的时候 你作为那个丈夫的好朋友 趁着现在 《哥斯拉 vs. Kong》这部电影上演的时候 就想送给丈夫一个她很喜欢 六尺高五尺长的哥斯拉模型 放在她的劏房里面做摆设的话 你觉得你送这份礼物 那对夫妇会不会多谢你呢? 多得你不少就有可能 有时候送礼物给人 你都要送得合对方心意 别人才会愿意收货 会感受的 才会接受你关心后爱 若不是你这么担心意送一些礼物给对方 但只不过是你喜欢她用 又却不是她想要的东西的时候 那其实送礼物是为了讨好自己的 你不是为了对方开不开心而送的 OK? 你记得我学了这个功课 记不记得跟大家说过 有一年在情人节的时候 我十分浪漫地向我太太送上一只 一手捧着一个红芯的Lego狗仔 给他之后我的下场是怎样的呢? 可能你不知道或者你不记得 但如果你又想知道下场是怎样的 可以回到Skywalk的YouTube 看看那篇广道叫做 《敬畏神之米口水多的浪花》 其实也是已经入过机会 鼓励弟兄姊妹看那篇广道的时候 学过那段《圣经》的中心思想 不要只顾着看那个描述 看看我的下场是多么悲悵 有时候送礼物给人 也不是一定越大贱越贵重 就越得到对方欣赏 越得到对方的接受和欢心 所以中国人有另一句话 叫做千里送我无 勿轻情以重 基督徒向我们的神 爱我们的神 拯救我们的神 作出生命上一些不同的奉献 这些奉献可能是金钱的奉献 时间的奉献 生命成活制的奉献也好 这些奉献其实都是理所当然 合乎圣经的教导 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 究竟一个蒙神越纳的奉献有什么特质呢? 另外又究竟我们要怎样的奉献 才能够让神觉得我们献上的 就算是微不足度也好 神都会开心因为他觉得勿轻情以重呢? 今天我们就会由马赫福音第十二章 三十八到四十四节当中去看看 究竟在圣经里面 耶稣告诉我们这个蒙神越纳的奉献有什么特质 还有究竟我们要怎样的奉献呢? 神才会视我们献上的一切是 勿轻情以重 今天在马赫福音十二章三十八到四十四节 我们会看到耶稣其实用两个 社会上不同阶层的一个高级一个低级的 来带出一个很强烈的对比 来说给我们听 究竟蒙神越纳的奉献背后应该有什么特质 并且在神眼中 我们怎样奉献才能够让神觉得我们献上的一切 就算是微不足度也好 都能够是勿轻情以重 讨他欢心 让我们一起低头祈祷 亲爱的天父 我们感谢你词下圣经的话语 帮助我们在生命上去明白你的心意 求父神你的灵在我们生命里面动工 按照今天圣经的教导 帮助我们明白你对我们奉献给你的心意究竟如何 并且帮助我们突破我们自己固有的困难 愿意被圣灵按照圣经的指引来转化更新 让我们活出一个 土利喜悦的奉献门徒人生 求圣灵对我们有血面有安慰 同时间有督责有鼓励 我们祷告奉靠耶稣基督明治祈祷 阿们 马可在马福音第十二章二十八至三十七节 刚刚记载完 上一篇说到的 记载完就是 耶稣对着一个挺好的文士 一个肯向耶稣不似下问 谦卑受教的文士 就讨论完人应该是尽心尽性尽以尽力爱神 并且爱人如己 然后马可也记下了 耶稣在圣殿中教导百姓 利塞亚就是大位的主的真理 而在十二章三十八至四十节 马可记载了 耶稣从一些被普罗百姓所尊重 公认为宗教领袖的文士身上的某些所作所为 来带出一个负面的 不合神心意的生命模式 然后在十二章四十一至四十四节 耶稣就用一个被社会公认为 一些比较弱势的人士 有一个寡妇所做的一些事情里面 来带出一个正面的 合神心意的生命模式 当我们看到圣经里面 有一正一负的对比的时候 我们很容易就知道 神是希望我们学好就不要学坏 我们首先就看一看 耶稣对文士一些负面的评价 让我们从中去学习 避免犯下文士所犯的错误 我们一起跟着Maisy 来到重读马可福音十二章 三十八至到第四十节 耶稣在教训之间说 你们要防备民事 他们好穿长衣游行 喜爱人在街市上问他们的安 又喜爱会堂女的高位 现值上的守座 他们侵吞寡妇的家产 假意作狠长的土告 这些人要受更重的认罚 根据当时的历史文化 这里所说的文士 不单止是指导 专系抄写圣经那些专业抄写员 其实当时文化也都说到 当时文士也都代表了 被公认为熟悉摩西五经律法 和一些犹太人传统守执的专家 就是因为这些文士 熟悉摩西五经的律法 又熟悉当时的犹太人传统文化守执 所以他们有时候会做一些 关于法律上的工作 就像今天的律师一样 耶稣在这里 圣经记载 耶稣在圣殿教训百姓的时候 祂警告百姓 说你要防备民事 watch out for the experts in the law 即是说要百姓对这些民事 警惕、提防提防 耶稣发出了这个警告之后 祂就举出了几个民事 做得不好的行为 来作为要百姓提防民事的理据 关于这些民事 以下我们所说的 关于民事的行为 我们需要由当时的社会文化背景 和社会状况来去理解 究竟耶稣为什么说这批民事 做这些行为的时候 是做错了是做得不好的 其实如果你细心留意一下 耶稣是藉着民事的所作所为 来指出他们起码有三种 不要得的心态 民事们不要得的心态第一是什么呢 就是他们骄傲炫耀 第二是他贪婪 第三是什么呢 就是他们的偎善 当然在当时 我相信不是每一个民事都是这么坏的 因为刚刚在之前马虎福音那段 我才记载了一个 愿意向耶稣不知下闻的民事 他得到耶稣欣赏的 所以我相信当时民事很多可能是坏的 但始终当中都有好人 就好像今天我相信 不是我们身边所有的政客或者警察 都会是坏人 始终都会有好人 但同样可能在神职人员里面 都有些骄饭吃的坏人存在 OK 那我们现在首先就去看看 究竟耶稣说这批民事不要得的行为 是包裹了什么呢 在十二章三十八到三十九节里面 我们看到耶稣说这批民事好穿长衣 你留意到投影片上面讲的好 喜爱 有两个喜爱 其实这些在原文里面 就不是有三个动词的 其实是用了一个分词来到 去反映出这些民事 喜爱三十八到三十九节 所提到的那四件事 而这个分词的字根 叫做philo philo其实都是解喜爱 但根据圣经希腊文字典 Beder里面对philo 在十二章这里的用法 它的definition是什么呢 philo是解 take pleasure in 中文可以译做什么呢 落在其中 文事在三十八到三十九节 所讲的那四个事件里面 他们是落在其中 你记住了 从他们对这四样东西 落在其中的反应来说 我们可以知道 其实他们背后 拥有着一些 骄傲和炫耀的心态 而这些心态正正是耶稣 去对他们作出负面评价的原因 看看耶稣首先说 文事首先是喜爱穿长衣游行 是walk around in long ropes long rope或者flowing rope 意思其实就是解决什么呢 就是用白色尼龙质地造成有条文的白色长袍 这些长袍的特别之处就是因为是当时的祭司 或者是律法教师 或者是一些服侍神的利美人穿着的衣饰 当然若那个文事 刚巧是拥有刚才所说的三个身份的其中一两个的话 总之若是其中三个身份里面 他都其中拥有一个身份的时候 他这样穿是无可厚非的 不过又戒经佳也指出 很可能就是当时的文事 他未必拥有刚才所说的三个身份 但是他特意穿一些 类似祭司 或者是律法教师 或者是利美人所穿的衣饰 就特意在一条街道walk around周围走呢 就是为了要表示给人家知道 哎,喂 麻烦你 都好像尊重那些祭司 律法师教师 或者是尊重利美人 这样来尊重我这个文事 明白吗 当耶稣用上提防这个字眼 还要用walk around 即是游行 来形容文事 落于穿着长袍 在人多的地方周围走的时候 其实是指出文事 落于在众人面前显示出他们自己作为宗教领袖的高尚身份 即是他们落于在众人面前 show off 他们自己的social status 其实这个情况就好像在美国的一套处境戏剧 big bang theory 里面其中一个角色的howard一样 早几天我做了一个survey 就叫skywalker的电影节目告诉我 有多少人知道有big bang theory 有howard这个存在 出乎我意料之外 竟然有65%的skywalkers 其实原来是有看过这个sidcom 知道howard是谁 我很惊讶 大家不看电视又不看电视 也不看电视 如此之类 那么这个sidcom big bang theory 里面 这个howard本身是一个caltech里面的engineer 一个工程师 因为他有机会上个国际太空站做事 所以回到地球的时候 每一次出街 他差不多就要找机会在众人面前入位 就要告诉人家 我曾经是一个太空人 为的就是要博人家对他有一种羡慕的目光 对他有尊重 这就是那种骄傲想炫耀的心态 这个就是耶稣对着那些民事 第一个责备他们的心态 骄傲炫耀 然后耶稣再指出民事 喜爱人在街市上面 问他们的安 原来街市 其实我们香港人说街市 就好像街市买菜 那也差不多 街市即是市集 即是很多人的地方 12章38节里面 其实圣经原文里面 是用了一个名词 其实真的只是解说问安 本身问安的字是neutral、中性的 没有说谁向谁问安 没有说问安的方向 但是根据犹太人一些的 传统文献叫Telmut 里面指出 在当时的社会当中 原来有一个规矩 规矩就是一个人 在大庭广众看到另一个 比自己更熟悉摩西律法 精通律法的人的时候 是一定要向他问安的 就是说一个没那么厉害的人 见到一个精通律法的人 就是比自己更熟悉的人 没那么厉害的人 是一定要向一个比自己更熟悉的人 来问安的 所以中文圣经其实是译出了 这句说话里面的真正意思的 文士不是喜欢在市集上面向人问安 他是喜欢很多人向他问安 就是说文士是喜爱在大庭广众面前 让人显示出文士自己是一个精通律法的人 这种又是骄傲炫耀的心态 就是被耶稣批评 而至于说喜爱会堂里的高位 现值上的手座是什么意思呢 当时在犹太人敬拜神的会堂里面 就放着一个ARC 就是一个储物箱里面 就放了一些文献包括圣经 OK 而在这个箱的前面 是有一排面向敬拜人士的长椅 这个就叫回堂里面的高位 主要是留给一些有资历的长老 律法教师 或者一些贵宾来坐 当耶稣说这帮文士 乐于坐在这个回堂的高位的时候 其实就是说 他们很想在敬拜神的人的面前 显示出自己有重要的位置 从而得到其他人的尊重 而在延迹上面的手座 就是在一场的延迹当中 最贴近主人卡的座位 通常也是按着年纪、辈份、社会身份地位 来作座位分配的 你能够坐在这些延迹上的手座的时候 就有机会得到特别的招呼 享受在延迹里面 最上乘的食物 有点像如果你发觉 今时今日来到别人结婚的婚宴 在酒店摆酒之类 主家籍那里是有人 把这些菜夹好一碟碟之后 递给他 当时你如果坐在首席的时候 就会有类似这样的特别招呼 会享受到上乘的食物 这里说民事很喜欢坐延迹上面的手座 意思是他要在延迹大棚人的场面之前 又要让人看到他在主人卡的生活中 是地位重要的 其实想怎样呢? 就是想别人知道他重要的那么厉害 所以其实耶稣自出民事 落于在在会堂里的高位延迹上的首席 这两个行为 其实都是显示出民事是骄傲 很想炫耀的心态 这个正是耶稣批评他们的原因 但你想清楚 其实这四件事 就是民事喜爱这四件事 都有些因果关联的 你想想 这个民事越多机会在市集大庭 在广众面前 穿着一些白色长袍来游行的时候 就越有多机会被人向他问安 越多人向他问安的时候 就越多人看得出他其实是一个 拥有宗教领袖身份的人 自然就多机会 第二天有人会邀请这些民事 在会堂里面和宴席里面 坐在重要位置之上 所以十二章三十八至三十九节 其实是描述民事这四种行为 都是反映出他们是有骄傲 有炫耀的心态 讲完民事骄傲会炫耀之后 耶稣说 这些在众人面前想凸显出自己 有社会崇高身份宗教领袖的人 其实他是一批在乞衣兜里 拿饭吃的贪男之妹 耶稣指出他们的贪男的行为 就是第四十节里面所说的 他们去侵吞寡妇的家产 根据旧有圣经的教导 在犹太人的社群里面 他们是需要照顾孤儿寡妇的生活的 但是我发觉看过一些 圣经历史学者的研究 就说在耶稣时代 犹太人仍然是照顾孤儿寡妇的 但是就没有以前做得那么好 而当时的民事 虽然说他们有时会做一些法律工作 会抄写圣经 但是原来他们出粮不是由圣殿 也不是由犹太人的政府 就是工会来出粮 他们的薪酬来源 是要依靠当时敬虔的犹太人的捐献 所以越多人捐献 他们的收入就越能够稳定 还或者又可能加薪 当我们明白到当时的社会状况的时候 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这些民事 要把握每一个机会 在大庭广众显示自己就是这个民事 显示自己的宗教领袖 因为越多人知道的时候 越多人觉得你属灵 觉得你敬虔 觉得你是宗教领袖 就越多人捐献 那么他才收入才有所保障 耶稣在这里揭露了民事贪婪的行为 是需要到会向社会上的弱势社群寡妇 来到去考取豪夺 他们向弱势社群的寡妇 来到去入手 圣经里面写着民事侵吞寡妇的家产 去欺骗侵吞了寡妇的产业 这是第一个可能性 第二个可能性就是 那些这样的民事 利用这些寡妇对神敬虔的善心 在他们身上诈骗更多的献金 这些就是民事那种贪婪的行径 而第三个民事不好的心态 就是他们的偽善 这些偽善更加认真 它是公然地用一些属于敬虔的礼仪行动 来达到自己的私心目的 看看十二章四十节 耶稣说这批民事 假意作狠长的祷告 原文直译是 They take pleasure in praying long with pretense 在原文里面 with pretense这个字 在圣经希腊文字典B題里面解释 就是说for appearance sake 就是说是特意做样子给人看 这批民事在人面前祈祷 祈祷很长 不是因为他敬虔有很多东西 愿意为人向神代求 愿意向神祈祷 是他特意有这么长期这么长 目的是给人看到 让人觉得他自己敬虔 这种是偽善的心态 所以十二章四十节记载 耶稣说明 骄傲炎耀 贪男 偽善的民事 是要受更重的刑罚 但因为更重的刑罚 这个课题是牵涉到现世 和将来末世的审判 但也不是一个比较深的课题 但不是今天讲道的重点 所以我们就留在小组查经的时候 先从大家小小地去研究一下 究竟是什么意思 总之大家记住 圣经里面清楚说了吗 神会对领袖有相对更高的要求 大家看看《雅各书》第三章第一节 我的弟兄们 不要多人作师父 因为晓得我们要受更重的判断 各位弟兄姊妹 在马拉夫音十二章 三十八至到第四十节 就是说耶稣 其实是对着一批理应 尽心尽性尽以尽力爱神的 属神群体当中 有一些被社会视为是社会言达的人 却是贪婪地向弱势阶层来到 作出考取豪夺的不当行为 所以为什么耶稣就要百姓防备 这些这样的文士 你试想想 马拉夫音的读者 就是初期教会里面 耶稣基督的门徒 或者是你和我今天 作为耶稣基督的门徒 当一些属耶稣的门徒 或者说回初期教会先 初期教会那些的门徒 看到马拉夫音这段记载的时候 发觉他们自己属神的社群里面 有这样的领袖 有如此恶行 你觉得他们会有什么感受呢? 或者相对比现在 你和我是基督徒 如果你发觉 在教会里面 你看到有个传道人 用甜言蜜语去哄一些老药妇 将他的棺材本 都奉献出来 然后传道人一个屈尾十 就将这些人家的血汗 换钱来中爆私囊 你会有什么感受呢? 我相信你和我都会一样 觉得很羞愧 很为他们这样的恶行 觉得最好就立刻被人揭发 最好他们的教会就隔职 最好就斥夺他做传道人 终身的侍奉纲位 千万不要用私刑 但是问题是 你看到这些人 真的宜得升他两巴 所以当时你想想 其实作为耶稣基督徒门徒 看圣经来到这里 在马可福音的承讯目的 是门徒训练的大前提下 相信你和我作为耶稣基督徒门徒 看到这里 都会得到一个很大的警惕 我们千万不要做民事 所犯下的错误 不要拥有那种骄傲炫耀的心态 贪婪的心态 和这个偽善的心态 有这些心态 自然会带出相应的行为 来去羞辱主命 偽善很可能是 我们基督徒最容易做的一件事 而伤害都会很大 跟大家讲一个见证 我有位门徒回到香港 在香港的时候 他婆婆患病 患病的时候 刚好有一个人向他婆婆 兜售一些不知是人寿保险 还是医疗保险 这个人 即是保险从业园 是一个基督徒 所以向他婆婆 兜售保险的时候 经常邀请他婆婆 去上教会 和其他人 但后来我门徒告诉我 当我婆婆买了保险之后 病情继续恶化 但是这个婆婆 想召唤这个保险从业园 这个基督徒保险从业园的时候 从此这个基督徒从业园 就不再回覆他婆婆 令到我这个门徒 也是基督徒 他看到为何基督徒之间 会有如此偽善的行为 亦都令到他很心伤 所以鼓励弟兄姊妹 我们人生里面 好好地做一个 基督徒应当做的人样 我们不要做一些 即是连平常人都不会做的恶行的时候 就不单是影衰自己 还会影衰基督教 各位弟兄姊妹 即是马可记载完 耶稣用文士来做出一个负面例子之后 如果是读者来看到这里也很灰 但是感谢神 一直下来 马可记载了耶稣用一个穷寡妇所做的事 来带出一个正面的蒙神月纳的生命模式 在最后读者也觉得有些盼望 虽然这个穷寡妇 其实正正就是和刚才所说的那批文士 是一个天与地的对比 因为穷寡妇 每个被社会看小的弱势人士所做出来的事 是比那批社会言达好得多 我们看看在穷寡妇身上 究竟蒙神月纳的奉献有什么特质 以及究竟要怎样奉献才能让神对我们献上 可能是微不足道的事情 都会被神认为是物兴情义重 请大家一起跟着马可福音 不是跟着马可福音 请大家跟着Maisie一起读 马可福音十二章四十一至四十四节 耶稣对银腹坐着 看众人怎样投钱入腹 有好色财主 往女投了约干的钱 有一个穷寡妇来 往女投了两个小钱 就是一个大钱 耶稣叫门徒来 说 我实在告诉你们 这穷寡妇 投入妇女的 比众人所投的更多 因为他们都是自己有余 拿出来投在里头 但这寡妇是自己不足 把他一切养生的都投上了 今时今日的基督徒 读到这段经文 你可能会觉得有些 周身不追财 为什么? 因为我们今时今日 很讲私隐 我怎么会让人知道 我究竟奉献多少钱 你写一张支票 你都要入在信封里面 才放入奉献盘 如果你在教会奉献现金的话 你更加不想见到奉献盘 你要奉献袋 因为袋够心 你放了手进去放下钱 没人知道你放下多少 大家从马可福音第十一章十五节记载 耶稣在圣殿教训人的开辞 其实耶稣一直都在圣殿里面的 外邦人庭园 Court of Gentiles里来讲学 但是来到十一二章四十一节 说耶稣对着银库坐着 又见到穷寡妇奉献 其实就告诉我们 耶稣已经由这个 Court of Gentiles 就是外邦人庭园 而步去到圣殿里面的 妇女庭园 Court of Women那里 因为Court of Women里面 正正就是这个银库的所在地 而在这个银库当中 其实根据一些历史文献的记载 是有十三个收集奉献的钱箱 这些钱箱挺特别的 钱箱的顶部 是会放大 好像一个喇叭形状的opening 这样的时候 你可以扔钱下去的时候 好像喇叭你知道怎么样了 喇叭就扔下去 他就转着地折回到钱箱里面 文献记载里面 当时有十三个这样 叫做 Trumpet-shaped collection receptacles 被人扔钱进去 来做奉献 基本上我相信这些收集前的钱箱 就不是收集以色列人 按圣经教导的行常奉献 即是十一奉献那类的 原因是为什么呢? 因为这十三个钱箱里面 其实每一个钱箱所收集的钱 有特别的用途 而那些用途就黑在钱箱里面 所以你扔钱下去的时候 你知道你是用来做什么的 根据一些历史文献记载 这十三个钱箱里面 有两个专是来收圣殿税的 圣殿税就起码收两个shackle 肯定不是寡妇扔那两个小钱那么少的 所以寡妇应该 不是扔到收集圣殿税的钱箱里面 另外还有两个钱箱 专是收集钱来给圣殿 用来买一些 用来购买一些 不同的权料 来做献祭之用 另外还有三个 是收集来 用圣殿购买木材 香料和黄金来做一些 圣殿里面的容器 剩下的六个就叫做 free will offerings 相信你自由奉献之后 圣殿是 哪里有需要他就自由使用 一共有十三个不同的用途 从这十三个用途里面 我们相信在这里 我们看到穷寡妇的奉献 不是以色列人按照圣经吩咐的 行常奉献的一部分 不是受得奉献 献祭之类那些 在一些额外的奉献当中 也包括了自由奉献 所以在这种额外奉献 自由奉献之下 是以一个公开的地方 投钱进去收集钱箱里面的方式来奉献 所以耶稣才会看到 那些人是扔了多少钱 所以他很公开、很透明 当耶稣见到一个穷寡妇来 投了两个小钱 就是一个大钱 他马上就叫那些门徒 迈到自己的身边 就要作出一个极教导 留意耶稣在教导的时候 又说那句最精彩的说话 就是 我实在告诉你们 I tell you the truth 一说这句话的时候 耶稣每一次说这句话 就是跟门徒说 听清楚了 小心醒醒 我现在教你重要的圣经真理 我现在教你重要的神学思想 大家留意 不论是因为这个寡妇的衣着 让耶稣知道她是一个穷寡妇 还是因为耶稣是一个全知的神 所以知道这个是穷寡妇也好 马可福音记载强调 耶稣说这个寡妇是穷的 本身是穷的 是很缺乏 是有不足的 但这个穷的寡妇 所献上的是两个小钱 两个小钱加起来 才是一个大钱 真的可以算是微不足道的奉献 你看到头影片里面 那两个小钱 这个是当时那两个小钱 找到出来的一些技术 你说这两个小钱加起来 才等于一个大钱 它的价值是多少呢? 其实两个小钱加起来 只不过等于六十四分一个银钱 即是denari 在过几堂讲道里面 我们也说过 一个denari 一个银钱 就是当时一个普通人 一日的人工 寡妇所投进的 只不过是一个人 一日的人工的六十四分一 那你想一下 换回到今时今日来说 大约是什么情况? 在我们住的社区 在美国这个社区里面 我昨晚查过 不是昨晚前几天查过 minimum wage 最低工资就是十五元一个小时 一个人一日做八个小时 那便赚八二元 八二元除了六十四 就是一个八毫八 我给你round up两元 所以其实这个穷寡妇当时 所捐献的 只不过好像今日的两元左右 是真的微不足道 但是耶稣对门徒的教导 I tell you the truth 实在告诉你们是什么 寡妇所投入的那两个小钱 加起来的总数 是比众人奉献的都很多 大家留意 众人奉献的都多是包括四十一节里面所说的 有好色财主 往里头投了若干的钱 原文里面若干的钱 其实是说much 说many 就是说其实是大额奉献 耶稣说寡妇所投入的两个小钱 是比众人所投入的总和都多 这个不是数学问题 你问我们做Math的PhD 他计不了给你看 是不合理的 但是耶稣有解释的 十二章四十四节就解释了耶稣 耶稣见门徒来说 我实在告诉你们 这穷寡妇投入妇女的 比众人所投的更多 因为他们都是自己有余 拿出来投在里头 但这寡妇是自己不足 把他一切养生的都投上了 很明显耶稣欣赏这个寡妇 不是他投入的quantity 是他投入的attitude 是他的心态 因为耶稣说 众人所投入的钱 是自己用正了 有余了 之后才去投放 但是穷寡妇所献上的 自己不足的情况下 将一切养生的都投上了 put in what she had to live on everything she had 弟兄姊妹 是奉献背后的心态 令到人的奉献蒙神月纳 是奉献背后的心态 令到耶稣欣赏寡妇 微小的奉献 视之为物 轻情易重 蒙神月纳的奉献的特质 就是那个奉献的心态 这个蒙神月纳的奉献心态是什么呢 不说着 先等一等 现在我想跳一跳出去 跟大家side track 讲一个小小的题外话 大家留意 刚才也说过了 按照圣经所说的资料记载 这里寡妇所作的奉献 就不是恒常奉献 例如受得奉献的一部分 而是一些额外的奉献 或者是自由奉献 所以我鼓励大兄姐妹 不要想着用这段经文来讨论 说今时今日新入信徒 就不用受得奉献 就像寡妇那样奉献两元就够了 不要忘记 你这样讨论是错的 第一 因为不是说要受得奉献 第二 人家在说的是奉献生命的全部 你怎么捉住那两个小钱 当自己两元 你就透计 第二样东西 在Skywalk 里面 我们为什么会鼓励弟兄姐妹 尝试用十一奉献 作为奉献金钱数量的基准呢 其实就已经在一些工作坊里面 跟大家教导了 现在就不多说了 不过想提醒大家 记得在哥林多后书九章第七次 我读给大家听 圣经说 各人要除本心所着定的 不要作难 不要勉强 因为捐得乐意的人是神所喜爱的 这段经文我们教过N多次了 其实不是说你恒常十一奉献的经文 所以你就不要千万 自己不想十一奉献 就错解圣经 就老屈这段经文 告诉你 奉献这件事就不用十一奉献 总之随心就可以了 你赔两元都可以 你不想奉献还是不想奉献 我没所谓 但是你不要错解圣经 你不要老屈圣经 来证明你自己错误的观念 你明白吗? 原因就是Skywalk正着的 是你明不明白圣经的教导 是你与神之间 是否保持到一个好的关系 以致你能够在不同的范畴 例如生命奉献 金钱奉献 时间 服事奉献之上 你是晓得按神的心意 和他的教导 他对你的呼召 作出相应的回应 OK? 你奉不奉献 奉献多少 是你与神之间的关系 是你与神之间的教导 Skywalk正着重的是 你明白圣经的教导 然后你自己能够向神作出 适当的回应 寡妇奉献两个小前这段经文教导 就是说要神月纳 你物兴情以重的奉献 拥有的必须是一个蒙神月纳的奉献心态 这段经文教导我们什么的奉献心态 什么是合乎圣经教导的 关于奉献的神学思想 我们现在开始研究一下 首先我不知道大家看完这段经文的时候 会不会以为 我应该要成父身家奉献 才是蒙神月纳 若果你有这个感动和行动 那我恭喜你 亦都怨神祝福你 真心的不是sacastic 但是我们想清楚 圣经里面 第一 若果神是要我们将生命中 所有的财产百分百奉献的话 其实 神不需要在圣经在律法之前 已经给大家看到一个十一奉献的例子 那如果他真的要我们时刻都百分百家产奉献 必须立个十一奉献例子 他一早跟我们说 要我们全部百分百奉献就可以了 第二 虽然《新约圣经》里面 是有描写到初期教会里面有人变卖家产奉献给教会 亦都有人是繁物功用 但是你留意圣经是没有写明一个的命令 是规定人一定要这样做 而是描写有些人这样做 所以是descriptive 不是prescriptive 所以不是命令 是按你自己感动 第三 就算在《新约圣经》《罗马书》第十二章 他教导信徒是要全人奉献 是吗? 就是将身体现象当作活祭 这样来去福祉神 这样来去敬拜神 但是你也看到在《新约圣经》里面 又不见到《新约圣经》里面的人物 是会将 不是个个都全副家产奉献出来 因为如果个个都全副家产奉献出来的时候 那你应该在《新约圣经》里面 见不到我们在某某人的家里面有教会聚会 我们不会见到原来有基督徒的才主 而这些基督徒的才主也有仆仁在家里 如果个个都已经全副家产奉献给神 不会有刚才那样出现 所以我们明白到耶稣在这里说的 我们应该理解到耶稣在说的 不是说奉献的quantity 是说奉献的attitude 不是quantity先行 是attitude先行 但是你的quantity 你的数量 奉献数量 是会和你的attitude 态度有合理的挂勾 而蒙神月纳的奉献心态 耶稣在说的 从寡妇身上我们看到有两种心态 看到刚才我们说过 在犹太人的社区里面 应该按照犹太的律法 来照顾孤儿寡妇 所以当这个寡妇 今天将他一切养生的 全部献出的时候 就是说他明天没钱了 明天没得生活了 但是他仍然愿意这样做 就是说他对神的应许 和神的戒命有信心 明天会能够从犹太社区 按照圣经的吩咐 来对他作出接祭 以至他能够有力去过了明天 过了明天 所以你就看到寡妇 今天这个投赏一切的奉献 其实是有信心的奉献 你留意一下寡妇奉献的心态 不是因为自己有足够退休金 不是因为自己不需要 受明天的生活本身有余才奉献 而是他按着感动 就去奉献 所以今天你和我要学习 第一个关于奉献的心态 奉献的神学思想 就是说当你和我向神奉献的时候 是要有带着信心奉献的心态 我们奉献的时候 我们是要凭着信心 一个有信心的奉献态度 才是神所越纳的奉献态度 你想清楚了 奉献当中要有信心的教导 其实和圣经一流的教导是一致的 圣经教我们奉献的时候是如何 要献上头生的畜生 要献上初熟的果子 就是信心的功课 因为你献上头生 你献上初熟 你不知道第二回合 你还有没有收获 你是要对神有信心 他明天仍然供应 下一造仍然供应 所以一流都是信心的功课 所以弟兄姐妹 帮我们在奉献的时候 不但在行动上要有付出 最重要的是 我们心态上 是要有信心 憑信奉献 这些奉献 就是我们几乎确定 你是蒙神越南 第二个寡妇教导我们的心态 就是一个毁身 全然奉献的心态 你想想 寡妇是在自己不足的底下 仍然按着感动 在恒常奉献以外 压外的奉献自由的奉献上面 按感动来付出她的所有 这种就是毁身 一种全然奉献的心态 其实就反映出 刚刚对上一段经文才教导过 属神的人要尽心尽性 尽以尽力去爱神 这个寡妇奉献的行动 就切切活出了尽心尽性 尽以尽力 爱神的本质出来 是这种奉献心态 一种毁身 一种全然奉献的心态 令到耶稣欣赏他微小的奉献 看为物卿情义重 所以各位顶子们 今天我们要学习 第二个奉献的心态 就是要有一个毁身 全然奉献的心态 When you give to God Give all with commitment Give sacrificially 各位顶子们 其实透过穷寡妇的奉献 耶稣指出 在理应尽心尽性 尽以尽力 爱神的属神社群里面 有一些被社会轻看的弱势人士 却能够是 憑信心 毁身 全然奉献 献上蒙神月纳的祭物 但是同时间 在社会上 却有些被社会看为重要的高等人物 却是贪婪自私 这些考取豪夺 这些宗教领袖 就和寡妇活出的生命 形成一个天与地的对比 所以弟兄姊妹 你想想当时的读者 读到这两段经文的时候 自然就会对自己一个的警惕 不要做那些文字 要学的 就要学校这个寡妇的正面例子 活出一个合神心意的奉献心态 如果我们将刚才那两个的奉献心态 二合为一的话 就是我们今天要学的功课 当我们信徒向神奉献的时候 是要有憑信毁身 全然奉献的心态 我们向神奉献的时候 必须要有憑信毁身 全然奉献的心态 这样 我们所献上的就会蒙神越纳 这样 我们微不足处的奉献 都会被神看为 勿卿情意重 各位弟兄姊妹 在马可福音的诚书目的 是门徒训练的大前提下 我们如何应用这个心态 将它化作为行动 来活出经文的教训呢 我们试试再次重温 马可福音第十二章的布局 上一堂讲道也有讲过 十二章一至九 和三十八至四十四 其实都是关于 向神交涨的课题 十二章一至九节 是耶稣用凶恶元户的比喻 来指出 包括有文士的工会 在带领以色列人敬拜神 引领世人认识神的 这个胜绩上 他们失职 是无法交涨的 反面例子 而十二章十节十二节 和三十五至三十七节 是指出了耶稣两个特别身份 包括了房角石和尼塞亚 而十三至三十四节 就带出了整个十二章中心段落的高潮 就是说明十三至十七节中 神是拥有人主权的神 而十八至二十七节说明 神是活人的神 所以他拥有人的主权 是直到永恒的 而基于这两个原因 十八至三十四节就清楚说明 所以人应该尽心尽性尽 以尽力爱神 并且爱人预己 就是我们上一堂讲到讲的 整个人要全然投入 积极爱神 积极爱人 而当我们读到三十八至四十四节 马可记下了 经已失职的宗教领袖文士 是贪婪之辈 再记得耶稣欣赏寡妇 以彭信伟生全然奉献的心态 是活出了刚刚提到 尽心尽性尽力尽力 爱神的生命情操的时候 我们就很清楚知道 这个其实是向神交涨的正面例子 当我们明白了 马可福音十二章整个布局的时候 相信我们更容易理解到 在门徒训练这个 马可福音成书的目的下 马可是想他的读者 即是门徒 是能够 彭信伟生全然奉献的 来到去活出一个 跟随耶稣的门徒人生 去做一个过一个 尽心尽性尽以尽力 爱神的人生 这样 在你和我的基督徒生活里面 要彭信伟生全然奉献 我们是有得 即是我们生活里面 会变成一幅怎样的图画呢? 那我尝试举几个实际例子 给你参考一下 然后你再想一下 在你生命里面上面 有什么位置呢? 神是其实叫你作出奉献 你应该是 凭着这个 彭信伟生全然奉献的心态 来到去回应神对你的呼召 回应神对你的命令 你讲到向神奉献 离不开都是 要么就是物质奉献 要么就是非物质奉献 物质奉献的时候 金钱可以是一些货物 或者是一些货物 之类之类的 我觉得在物质奉献上 譬如在金钱奉献上的时候 如果你是应该向神交涨 你当奉献的那些 你就凭信心交足 在Skywalk里面 我觉得你便按着圣经的教导 按情理作出你的行常奉献 但你要有信心 所以一收到paycheck 你就立刻来到十一奉献 你不要等到月尾 发觉洗到有症了 才随便奉献几元 你不要有这样的 施捨给神的态度来奉献 因为为什么 奉献的态度 是要凭信毁身 全然奉献 对不对 你有没有想过 其实你奉献的时候 你可能帮了些钱 但如果你态度不适合的时候 你是一种施捨心态的时候 你先说 你这个觉语应该不适合 你明白我说什么 是吗 但有时候我们真的需要逐步逐步来 如果你一旦没有做这个习惯的时候 你求神试下加力 让你由信心的功课 由低至高 慢慢去学起 而当你真的试过 原来当我对神忠心奉献的时候 有合而的心态 神越纳的时候 神不会代博你的 你对神的信心自然会慢慢加强 我记得我和大家分享过 我刚刚出来工作 做了一年几个月 不是 做了一年几个月之后 因为我要等我的H1工作证 我半年上班是没有资料 我半年里只靠什么呢 大老板给了三千元美金 还有少少的积蓄 当时里面的生活是很紧的 但是我记得当时有一位 很有心的 比我的基督徒大在教会里面 他奉献了二百元给我 那二百元收到 理论上应该存在自己用 但是不管了 我心想知道学习的功课就是 照样 就是十一奉献 先奉献了出去 那时候当你发觉 你自己害怕不够的时候 但仍然愿意忠心 但神真的没有亏待我 在那个过程里面 我完全没有缺欠 就是这样一步一步 建立对奉献的信心的时候 将来 譬如直堂 对那个奉献就更加容易 因为已经经历过神 又或者在行常奉献以外 有时候可能神会 在你行常奉献以外 感动你 作出一些额外的奉献 例如说 受到奉献以外 他感动你去支持某些宣教士 宣教机构 或者基督徒团体 甚至可能是对身边 有需要的人士 作出一些物质上的支援的时候 我鼓励你 如果神有感动你 去奉献多少 你就学习 不要考虑这么多 就跟着神的心意去做 不要跟着计较到 以为我今年已经十一奉献了 不如等到下一年 我在下年里面的十一 再抽一部分 来做这一件事 不用太试困了 只是凭着信心 来经历神封性的恩典 记住当你去奉献的时候 by faith 拜神的感动 就不是等你有症 你才考虑去作出部分回应 不是传言奉献的回应 我想在物质奉献上 我们可以应用这个心态的功课 在非物质奉献上 我们也可以应用这个 彭信伟生传言奉献的心态 尤其是是过我们的门徒人生 举个例 圣经已经说明了 我们有些事一定是要奉献给神的 就是活出神的使命 大使命训练门徒 你没有走鸡 但是你想清楚 在门徒训练里面 最基本的 最基本的 就是你要去学习圣经 活出圣经和神保持好的关系 如何应用彭信伟生传言奉献的精神呢? 在Skyweb我们经常估计 弟兄姊妹会好好地去灵修读经 来建立同神的关系 但是坦白说 你刚刚起步的时候 你真的未必那么容易 很快地看那段经文 找到完整段落 找到中心思想 但是你可以憑着信心 向神求圣灵去感动你 教导你慢慢地去学习如何研经 你慢慢地就会晓得了 因为身边有很多弟兄姊妹 做了例证给你的 寻步漸进 你先凭信心 但是当中遇到挫折 遇到困难 你委身 你批识 你不要看两天不明白 第三天你就决定去看这个Chill Club 就算了 看电视 那你要委身下去 那你可以如何传言奉献呢 就算在你日常灵修里面 喂 你专心一点 你灵修的时候 是求神帮助你 你尊重神的话语 你focus读经 你不要一直读经 一直在看着这个 就是刚才说的Chill Club 又或者你不断看着MIRROR的时候 你读经一定会有ERROR 是不是 各位弟兄姊妹 就是日常生活 就算在门徒训练 最基本的建立和神关系 就算是灵修也一样 我们都可以献上一种 彭信伟身传言奉献的精神 或者另一个门徒训练的范畴是 我们要学习彼此相爱 是不是 如果神感动你在生命里面 对某些人感动你去关心他的时候 你是不是在那个时刻 彭信伟身传言奉献 来向神作出即时的回应 就是很可能你在人生命里 给到他的 可能真的微不足道 可能少一个电话 一个text message 或者一个很短时间的奉献 很短时间的帮忙 但是我相信 只要是神感动你 你能够作出传言奉献 回应神的时候 这个无论是多微不足道的行为 在神简中都会看为 是物兴情义重 我举个例子 昨晚我写好广章 我在背广章的时候 我没有看电话 到八点多 我拿开电话的时候 看到我们的 man's discipleship group 的 message group 里面 就发觉原来在七点四十八分 JJ就传了个 message 说 总之他家里的热水路 就关掉了 之后 弟兄就在这里对答 到七点五十三分 Victor已经说 我现在来你家了 你变成了看弟兄姐妹 《彼此相爱关固》里面的时候 你也可以透过服侍神 来当作奉献服侍神 说清楚 你服侍人 也可以当作奉献服侍神 神感动你的时候 你便是凭信 为身传言奉献 对吗 昨晚弟兄之间的例子 就成为我生命里面的鼓励 OK 或者做门徒训练的时候 如果神感动你 你是时候要去做别人的师傅 你是时候要去帮手教导 人活出圣经 你便凭着信心求神 加力给你 加智慧给你 来带人在主里面成长 一份毁身传言奉献 你就记住 千万不要护头蛇尾 只是教了他的知识就算了 因为这些教知识是最容易的 但是你帮他按照神的心意成长 需要有一份维护的心就很难了 你便求神帮助你 能够去传言毁身 你要有个维护的心 带领他成长 你好像一个父亲那样关怀他 是的 当中可能你未必成功的 可能你在栽培人训练人的时候 可能自己会受伤害 但是你若然传言奉献给神的时候 就为神 take this risk 用全副心思去栽培人 去训练人 不要等到神明明感动你 去栽培训练 不过你说 等我的工作没那么忙 等到我生活优灾又灾 你七十三岁才来做 到时可能需要你栽培的人 都已经不知在哪里 不再听你的意思 那就出事了 你想想 当你向神奉献的时候 彭信伟身传言奉献 我们这种心态 其实在我们门徒人生 任何范畴都活得出的 但你只要拥有这种心态的时候 对你的生命 就会有很大正面的改变 你想想 如果你有这种心态的时候 神呼召你去全职事奉 你不会等到我存够退休金才去 你会适时回应 如果你有这种心态的时候 直堂才会存在的 你想想 如果Skywalk是要等到 存够钱出得粮 找到健堂 有地方才开波 你今天就不会在Skywalk里敬拜 你想想 当我们有新事工发展的时候 各样都顺风顺水 不是凭着信心传言卫生去做的时候 怎么会有新事工的 你想想 是不是 因为一定有冒险的 一定有缺乏的 但是 神给你的召命 你是按照彭信 伟生传言奉献的心态 来奉献给神 还是按我的银行户口储蓄 和手头资源多寡去做呢 你知道吗 我们有时真的要停止去靠自己 来在奉献上的时候 按照神的心意来做 甚至乎罗华书十二章教导 我们把身体的现象当作活 就是生命传言奉献的时候 你有这种心态 你在工作上 你也可以是 凭信伟生传言奉献 做一个好的见证 来到荣耀神 这些都是你对神的奉献 这种奉献的心态 其实是可以应用在我们日常生活不同的层面 若然我们定义我们生命的一切 都是为了荣耀神奉献给上帝 所以各位弟兄姊妹 在你现在的生命里面 神有没有藉着 刚才的信息对你有些挑战呢 未必只是今前的奉献 可能是帮人的奉献 可能是服侍上的奉献 或者是对你现有对神的奉献当中 对你的attitude的挑战 以至你能够给出更好的quality的服侍呢? 有没有呢? 各位弟兄姊妹 想一想 人愿意献上他的金钱 献上他的时间 献上他的服侍 献上他的生命给神的时候 经历到神同行那一份的亲切 加力 你的生命才会不再一样 各位弟兄姊妹想一想 当神给你 或者透过这些信息 对你生命有挑战 在不同方面 需要你作出奉献的时候 希望你能够 respond accordingly 即是按照圣经的教导 对神作出適时的回应 献上一个 彭信、卫生、传言奉献的心态 我相信如果skywalk里面 每一位弟兄姊妹 都能够拥有这个心态的时候 当神用我们 去为祂训练门徒的话 我们所献上的 就算是多么微不俗道也好 都会被神看为 物卿情义重 用在这个教会来 吸引人 来去认识神 去过一个 有意义封盛的门徒人生 就看你了 若我们在石德陆祈祷 所以天父求父神力帮助我们 从寡妇的生命当中 从马可福音的布局当中 让我们在门徒人生当中 好好地学校一个功课 能够学晓 彭信、卫生、传言奉献 被神使用 求你帮助我们 拥有这个合神心意的心态的时候 我们所献上最微不俗道的 都会被神视之为 物卿情义重 求神使用skywalk 使用这间教会里面的 弟兄姊妹的生命 他们被你改变的时候 吸引更多人 在skywalk 来学习 做神的门徒 做耶稣基督的门徒 被神改变 经历神 以致我们能够在社区 成为炎、成为光 为耶稣基督做美好的见证 吸引更多的人 被神改变生命 以致我们社区 因你而变得更加美好 帮助我们 有一个蒙里越纳的奉献心态 祷告奉靠耶稣基督明治祈祷 有没有